什么短剧的体量在2027年会达到一个千亿规模 其实这件事情呢就是跟人性相关了 就是人们越来越没有耐心 大家知道我过春节的时候我去看电影 我其实看了热辣滚烫 还看了《飞驰人生》 都是春节期间最火的电影对吧 不好意思我都睡着了 各位我真的很抱歉 我会发现就是周鸿毅说的那句话 短视频已经把我们的大脑隔世化了 今天我们已经越来越没有耐心 就是那个电影的那个铺垫啊 你稍微节奏慢一点 我就直接睡着了你知道吧 我在警惕这件事情 但是短视频确实把我的脑子隔世化了 我们现在看电影 我们现在是在抖音上看 在视频号上看 五分钟三分钟 把一个半小时的电影全部解读掉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短剧啊 太可怕了 没有什么剧情 也没有什么高质量的什么内容 一个反转加一个反转 今年春节退火的那个短剧叫做 《我在80年代当后吗》 哇我是去看了一下 真的 你说有什么内容 你说有什么剧情 真的有什么内容和剧情 一会儿一个反转 一会儿一个反转 对吧 所以其实是符合人性啊 就人现在是越来越不耐烦 越来越没有耐心 越来越快餐化 所以这件事情呢 我很警惕 但是我发现我的警惕没有用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无法跟这个时代的算法去对抗 所以我个人认为 就是短剧 它可能未来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意 但是呢 我会告诉自己 尽量不要被格式化 尽量拒绝这种快餐 但是我只能尽量 但是我估计 我毕竟是人尽中年 我有这种克制力 我觉得年轻人估计是很难有这种克制力的 所以短剧呢 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空间 是因为这两个逻辑 第一是它的体量足够的大 它在的这个生态体量足够的大 第二它的这套模式 就是它的生产成本是极低的 不需要明星 不需要什么大流量的网红 可能200多万就能拍一个短剧出来 所以它的制作成本极低 它又符合人性 大家都没有耐心 大家都是越来越不耐反 所以一会儿一个反转 不用动脑子 完全是多巴胺和内非碳 正上腺素的分泌 这个真的就是内容产生被格式化了 所以这是我的理解吧 最后亲爱的粉丝宝宝 6月20号 我有一场直播 邀请你来观看 开播跟大家谈谈流量 如何赋能实体经济 聊聊当下商业环境 探讨一下赚钱的新方向 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 视频左下角可以点击预约直播 我们直播不见不散